嗨,我们今天出来看阿凡达 刚刚去Nadal买了一袋吃的 好久没有吃这么多垃圾食物了 好快乐呀 我为了更好地看懂阿凡达2 我昨天晚上把义重新看了一遍 因为我们在电影院看的话呢 德国这边的电影 它是会直接翻译成德语 但是呢它又不放字幕 所以我理解起来有点难 我把义看了的话呢 我就记起来一些人物的那些关系 这样子看起来应该不会那么吃力 今天是星期六的晚上 人比平时都好多 我们来得太早了 现在还有半个小时才开始 我们回来了 今天这个电影三个小时 我中间还跑出去了一趟 我之前在看电影之前 我说我绝对不要再看电影的时候跑出去 我不要错过任何一个镜头 结果我中间就跑出去了一趟 是因为有点想上厕所 第二天因为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吸引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一个电影 非常的非常的震撼 我整一个电影里面最感动的地方 或者是最触动我的一个点就是 男主角的大儿子在去世前说的那句 他很想回家 我当时觉得可能人就是最后都是想要落叶归根的吧 所以我在看这个点的时候我就眼睛有一点点的失 其他呢最难受的时候就是那个那条大鱼叫什么 叫昆嘛那条昆受伤的时候 最让我难受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去卸妆睡觉了 大家拜拜 我最近要去换我的居留症啦 我来德国已经五年了 所以呢我现在可以换成永久居留症了 所以呢我今天就在我们这里的市政府那里领了一个表 填完它之后呢就可以去外事办 去办理我的永久居留症 所以说想要给你们今天来分享一下这个表的一些内容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居留症 因为过一段时间可能他就要被收回去了 给你们看一下以前的我 这个是我来德国前拍的 也就是这张照片是五年前的 这张居留症和我们国内的身份证有一点很大的区别 就是这上面会标注我的身高 以及我瞳孔的颜色 我们在国内好像就没有这点 那我来的德国已经五年了嘛 这五年中办了三次证 包括这一次 第一次呢就是拿一年的居留症 第二次是拿两年的居留症 第三次是拿再拿两年居留症 哦那不是四次因为我第四次去办我的永久居留症 也就是一共四次 每次的话费用是100来欧 所以我以后换成永久居留症了 我就不需要这么麻烦隔一年或者是两年去办了 也不需要再花这个钱了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地方 接下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表上面的一些内容 一些很基本的个人信息 比如说姓名啊 姓别啊 地址啊 这些还有我的家庭状况 也就是已婚啊 还是未婚啊 这些 包括我在国内的地址 还有我的出生地址 是要具体到我在哪个省 还有要交代我为什么要继续留在德国 如果我继续留在德国的话 我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还有要交代我的保险的公司 我是否有犯罪 我有没有扶过刑 还有就是 我有没有上过一个 就是关于德国的那种融入课程 就大概是这些信息了 那个融入课程就是每一个 像我们这种以家庭团聚签证来德国的人 必上的一个课 那个课非常的简单 就是死机硬背 你主要学习就是德国的总理是谁啊 他们这些是什么制度啊 立法是什么 什么机构啊 就大概是非常的枯燥 反正我们那个老师上的非常枯燥 他每次上课就是让我们读那个 那个体 还有读那个答案 就是这么过来了 反正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以上这些就是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信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感兴趣 但是我想着录Vlog吧 就顺便把这些时刻也记录下来 没想到我来德国已经五年了 足足五年了 还是有非常多的感想吧 这五年也经历了很多东西 就不在这个Vlog里面聊了吧 不然会聊很多 如果你们想听的话 就欢迎你们弹幕留言 告诉我你们想听 关于我来德国生活五年的一些感受 今天过来外事办 这里续一下我的居留证 你们看上面这里 就是以前我上德语的地方 以前我就是在这里上去 去上课的 以前我就是在这里上去上课的 我们今天出来买年货啦 买一点点零食什么的过年 压骨 这个好吃 这个杏鲍菇我觉得很好吃 这个上好家的虾片 从小吃到大的 这个一定要 汪汪大理包 最后一个了 鲜背酥 田园薯片 选一个鱼 明天做酸菜鱼 来德超买了一些肉和甜品 就可以回家啦 在超市里面看到一个这么小的菠萝 你看看这个老大对比 这个要2块7毛9 2块9毛9 就是他比他只贵25分 对 这个回去大概就只够躲拉吃 喝辣的不够分 今天是大年三十 我们正在做年夜饭 然后今天晚上我也打算来做一个菜 就是用电饭锅焗鸡 这个教程是我在网上学的 今天晚上也是我第一次做这个菜 1,2,3,4 1,3,4,4 1,2,3,4 1,3,4,5 1,2,3,4 1,3,5 1,3,4 1,4 2,4 1,4 1,4 3,4 1,4 1,4 2,3 1,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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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4 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年夜饭 这个是我们在家乡每年都会做的炸肉碗 这个是酸菜鱼 这个也是我们广西非常喜欢吃的扣肉 这个是油门大虾 这个是扶手瓜炒虾 最后这个就是我在网上学的手撕机 这是唯一一个我自己做的 好漂亮呀 好喜欢今天的饭啦 再来一个最想吃的这个五花肉 这个扣肉 太好吃了 我来一个丸子 我们小时候过年每一年都要吃这个炸丸子了 当小时候我妈做的时候我就在她旁边 她一边炸我一边吃 等她炸完的时候我就会吃饱了 我给你们大只要吃 不吵吗 蛤 嗯 不吵吗 我们老公搞心呢 把这吃吃 真的吗 你们那边吃的炸丸碗吗 欢迎 有一个告诉我们 不吵吗 不吵吗 没关系 我放我吃多多点了 嗯 快不得 我吃的时候有点瘴脖子 瘴脖子 嗯 说喉咙不痛他们不是喉咙不痛他们说我脖子疼 我说你拉我嘴了 我们来换一个呗 要给孙怀 要给孙怀 收到了一个经济值 用啤酒瓶上面的西纸做的 这是什么? 是什么? 这种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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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玩意 用适合来 锅子 出来 我们在看出门 看他 你在干嘛呀 看他 他在做我的服务 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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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位吗 我刚才上来 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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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耶 哦这是一个广告 没有啦 是一个短 是一个短 拿一个 拿一个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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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你們看好大的雪崖 被蓋了 這 n behaviors 在的樣子他對著 你们看这个脚印 这个只有他们三个脚印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看到这里 也谢谢你们陪我们度过了一个这么美好的春节 祝大家2023天天开心 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 事事顺利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